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内容的确定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最典型的就是 现在很多开发商 很多开发商呢 就是他这个楼盘 对吧 他呢就是要把这个楼盘交给某个啊 就是施工队来做 一般来说就是跟某个那个建筑公司来签订合同嘛 对吧 比如说万科呢 就把这个楼盘交给中间四局来做 所以万科跟中间四局签订一个建设工程合同 那么这个时候建设工程合同 它的内容如何确定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以中标合同确定权力合一物 啥意思 就是很有可能万科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来进行招标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如果中间四局中标了 那就以中标合同的那个啊 内容来确定合同的权力合一物 那么工程价款的结算 依据那也是以招投标文件来进行确定 这都比较简单 我们翻过来看一下关于272页有一个考点 272页有一个考点呢 就是关于建设工程合同48解释 125条的规定 这个考点关于电资的性质的认定 那这点是怎么回事呢 看这里啊 给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现在万科呢 啊要建这个他的一个楼盘 那么就跟中间四局签订了建设工程合同了 对不对 啊本来嘛 一般情况下万科应该先出钱了 对不对 在以前呢 说实话啊 就开发商比较有钱的时候呢 那基本上都是开发商出钱 但是呢 在最近这几年的房地产行业一般般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建筑公司反而有钱 那很有可能建筑公司就干了一件事 干什么事呢 哎 就是这个建筑公司 他居然代资进场 带了假设一千万进来 就开发商说我没钱啊 你先开工吧 对吧 你先给我开工吧 对吧 他就带了一千万进来 叫代资进场 OK 那你告诉我诸位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哎 把这个钱带进来了 那这一千万是中间四局借给他的 还是工程款呢 这千万是怎么回事呢 就开发商开始没钱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中间四局 哎 他就带着一千万进来 带着一千万进来的话 这个时候买材料 或者是什么样子 先开工了 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诸位 这个电资究竟是什么 它的性质是什么 是不是中间四局把钱借给开发商的 是不是借给开发商 就看你们有没有约定吗 对吧 那有约定的话呢 就是借款啊 对不对 那如果有约定就是借款 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句话啊 看第一句话 它是怎么理解的 272页 电资性质的确定的 第一句话 当时人对电资和电资利息有约定的 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电资 以及利息的当然支持 对吧 但是在这里 哎 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高于电资时的 同类贷款利率 或者是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除外 好了 这个时候呢 请听 就是中间四局跟开发商跟万科签订合同 约定说 我就借你一千万 那借你一千万的话 按照借款合同来解决不就行了吗 对吧 问题不在这 你有约定按约定 对吧 我们免法的考试基本上不考约定 就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这一千万是借款吗 还是这个工程款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句话 当时人对电资没有约定 按照工程欠款来处理 哎 没约定的这一千万就是工程欠款 当时人对电资利息没有约定 承包人请就支付利息了 不予支持 这句话什么意思 很多人看这个4890的条文 根本就看不懂 看这里啊 我们来理解一下 怎么去理解这个电资 来了 诸位 如果现在中间四局带着一千万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约定是借款 那就是借款 如果约定是借款的话 你当然会约定什么 利息啊 对吧 那是你们解决就行了 这个无所谓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现在中间四局带一千万进来 那带一千万进来的话 这个时候没有约定它的性质 就没有约定 那没有约定的话 是按照什么来处理呢 按照借款 还是工程欠款的处理呢 按照工程欠款的处理 好 看这里有什么区别啊 看一下有什么区别 假设 如果是借款 如果这一千万的是借款的话 你会发现 诶 那如果是借款 这个时候要不要给利息啊 你约定利息就约定利息嘛 对吧 OK 但是 如果是工程欠款 就不一样了啊 如果是工程欠款 比如说他三月一号把这个钱带进来 把钱带进来 那工程欠款什么时候才给钱 工程欠款 比如说一年之后呢 才把这个工程做好 对吧 就是做好之后才给钱 明白 什么 来了 也就是说这一年 这一千万的这一年的期间 告诉我 给不给利息 给不给 不给 因为这是工程欠款呢 既然这一千万是工程欠款的话 也就是说你带这一千万进来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工程欠款的话 再给钱 就是一年之后才给钱 一年之后才给工程款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一年的利息 你告诉我 人家开发商 给不给你 不给你 那是不给你的 所以如果是按照工程欠款的处理的话 对中间四局非常的 不利 明白没有 但是如果是借款的话 你告诉我 这个借期之内的利息 给不给 给 所以呢你会发现啊 此时如果你是中间四局 把这一千万带进来的话 最好约定就是什么 借款 没有约定的话 按照工程欠款的处理 按照工程欠款的处理 那这一年或者是两年的 这个期间之内 不给你利息 等到了什么 给工程款的时候 两年之后 开始给工程款 这个时候才开始给你利息 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最好要约定 是借款 没有约定的话 那就是工程欠款 是对你不利的 明白没有 OK 好 这是关于建设工程合同内容的 确定电子性质的认定问题 那么看一下 无效的建设工程合同 告诉大家啊 这是考试的重点 基本上考建设工程合同 就考两个考点 第一个考点 哪些建设工程合同 是无效的 第二个考点 那就是我们最后一个 承包人的优先收场权 好我们先看一下 无效的建设工程合同 哪些建设工程合同 是无效 第一 转包合同无效 为什么转包合同无效 看这里啊 请听 看这 比如说现在假公司 假公司呢 就把这个工程发包给乙公司 那发包给乙公司的话 乙公司啥都没干 乙公司就把它给转包给丙公司 转包给丙公司 那中间呢 就是赚个两千万的差价 什么都不用干哦 就中间就赚个两千万的差价了 这叫转包 转包一定是全部转包 明白没有 你告诉我 转包合同效率如何 这是空手套白狼啊 你告诉我 允许你这么干吗 不允许 因此这个转包合同是 无效 看这 看这啊 假和乙之间签订的是 建设工程合同 那是有效的 乙呢 非法转包 没有经过假的同意 全部转包给丙 乙和丙的合同是 无效 那乙和丙的合同无效 那假怎么办 假一看 你居然转包了 对吧 所以假就可以把假和乙之间的合同给 解除 明白没有 要搞清楚 好 这是第一个 转包合同无效 那第二个是 违法分包 来了 诸位 你一看就知道 有合法分包 也有违法分包 合法分包是 有效的 违法分包是 无效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合法分包 假把工程发包给乙 请听啊 假把工程发包给乙 乙呢 现在呢 他经过假的同意 把其中的装修部分分包给丙 那乙和丙之间的分包就是什么 合法分包 合法分包是 有效的 但是有以下这四种违法分包是无效的 考试经常考 哪四种违法分包是无效的呢 第一个是将主体工程分包 记住 主体工程必须由谁来完成 承包人 主体工程必须由承包人完成 你不能将主体工程分包给其他人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为什么人家万科要把这个东西 发包给中间四局啊 那不就是看中了中间四局的经验和资质吗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这位承包人必须完成主体工程 你不能将主体工程分包 将主体工程分包 自然就是 无效 这次第 第二的话就是将将工程知解后分包 什么叫将工程知解后分包 看这里啊 假把工程发包给乙 乙说哎呀 我不能转包是吧 转包是全部转包 乙说行 我不转包 我干了一件事 干什么事呢 我把这个工程分争五份 然后呢 再把它分包给五个人 那这个时候就叫变相的什么 转包 你知解后分包不就是变相的转包吗 对吧 变相的转包 当然也是 无效 这是第二个无效 第三 分包人再度分包 什么叫分包人再度分包呢 看这里啊 什么叫分包人再度分包 假把工程发包给乙 乙呢 经过假的同意合法分包给丙 所以乙和丙的合同是 有效 而丙这家伙呢 再度分包给丁 那这个时候就是 无效 为什么禁止再度分包 为什么 你们想过这么一个问题没有 假把工程发包给乙 乙呢 经过假的同意合法分包给丙 到此为止就停了 不能再下去了 如果再允许他下去的话 丙再分包给丁 丁再分包给物 物再分包给 挤 挤再分包给 兴 你告诉我诸位 最后一个实际施工的人 还有钱赚吗 没钱赚了吗 对吧 那没钱赚的话 你告诉我 他去买什么材料来进行装修啊 他还买啥材料啊 就买豆腐贴上去不就行了吗 对吧 因此就出 有什么工程 豆腐炸工程 明白什么 所以不允许再度分包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下第四 分包给没有相应资质的承包人 哎呀 你这个承包人两个资质都没有 当然这个合同就是 无效 好 这是关于违法分包合同无效 我们就解决 那第三 第三的话就是 承包人没有资质 那当然就是无效 没啥好说啊 对吧 OK 承包人没有相应的资质 那么第四 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 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你在旁边写一个词叫挂靠 知道什么叫挂靠吧 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包工头啊 OK 它是没有资质的 因此比如说啊 包工头挂靠在中间四局 用中间四局的名义和万科签约 面目是秒 这叫挂靠 挂靠的建设工程合同是 无效的 哎 我告诉大家 挂靠在实际中非常常见 好 这是关于挂靠 那自然就是无效 再看第五 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 没有招标或者是中标无效 什么叫必须进行招标啊 诸位 比如说你们家建房子需要招标吗 就你们家在宅基地站建房子 需要招标吗 不需要 你自己建就行了 对吧 随便你给谁就给谁 但是比如说中大 中大的教学楼 哎 这是公益设施 那这个时候中大校长能不能说 哎呀 我小舅子就干这个的 让他来干就行了 行不行 不行 这个时候公益设施必须要进行招标 如果没有招标 那这个时候建设工程合同就是 无效 或者是中标无效的 那建设工程合同也是无效 理解了吧 好 这是关于第六 阴阳合同 好了 这个阴阳合同特别有意思啊 看这里啊 看这里 就是所谓的双方虚假行为和隐藏行为 那这个阴阳合同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万科呢 要进行招投标 他这个楼盘 哎 要进行招投标 对吧 由中间四局 中间五局 中间六局去投标 那么最终确定谁呢 看这里了啊 万科要确定谁呢 比如说 中间四局 对吧 其实万科跟中间四局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猫腻 什么猫腻呢 假设啊 他的投标文件是一个亿 啊 投标是一个亿 简单来说就是 中间四局说 我一个亿 帮你把它给干下来 对吧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请听了 这个时候呢 请听 开发商跟中间四局呢 除了签订这个中标合同 一个亿的合同之外 然后呢 他们私底下又有猫腻 又签订了另外一份合同 另外一份合同 是这么说的啊 就是不是一个亿了 是多少 九千万 是九千万了 对吧 简单来说 中间四局说 你给我做吧 对吧 我可以干嘛 我可以样例给你 明明四秒 那你告诉我 诸位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一个硬合同 有一个洋合同 哪个是硬合同 哪个是洋合同 同样是一个工程 对吧 中标合同是多少 一个亿 然后私底下 一个猫腻的合同 是多少 九千万 对吧 那一个亿的合同 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大家公开的招投标 对吧 那这一个亿合同 叫洋合同 而我们这个九千万的合同 是英合同 而这个九千万 是真实的意思表示 对不对 九千万是真实的意思表示 然后一个亿是什么 假的 那是假的 我们就是忽悠其他人的 对吧 那你告诉我 诸位 现在发生争议了 以哪个为准 用你总则所学到的 双方虚假行为 和隐藏行为的理论 来告诉我 双方虚假行为 一个亿的合同 那是不是双方 真实的意思表示 不是 不是的话 就应该是 无效的 隐藏行为 是真实的意思表示 那就应该是 有效的 是不是 不好意思 在这里不能这么干 如果在这里 让你这么干的话 你告诉我 招投标还有意义吗 还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了 你发现没有 那我就随便 让你招投标 我就让中间四局 进来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已经谈好了 我就让你中标 私底下 我们再签订一个什么 九千万的合同 八千万的合同 明白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 招投标还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请听 此时突破了 阴阳合同的规则 这个时候 以中标合同为准 以阳合同为准 阳合同虽然是 双方虚假行为 但是就以这个为准 为什么呢 因为要保护 整个招投标的秩序 明白 OK 所以看一下 这里的阴阳合同 招标人跟中标人 在中标合同之外 就明显高于市场价格 购买成建房产 无常建设住房配套 授施 样例 向建设单位捐赠财务等 另行签订合同 变相降低 工程价款的 一方当身 可以该合同 背离中标合同 实际内容 唯有请求确认 他说 无效 简单来说 就是以什么为准 中标合同为准 中标合同 反正呢 就是有效的 你下面那些猫腻 我不管 明白 如果不发生争议 还好 如果不发生争议 你们自己就搞定 对吧 但是如果发生争议了 以什么为准 中标合同为准 明白 要保护的是整个 招投标的一个秩序 否则的话 你们将来都以 私底下的合同为准的话 你觉得 这个招投标 还有没有意义啊 没有意义了嘛 对吧 这就比较特殊 它就突破了我们的 民法典重则边的 双方虚假行为 和隐藏行为的理论 OK 那么接下来第七 没有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看这里啊 比如说中章大学 中章大学 现在要建一栋教学楼 那土果 他要建教学楼 必须要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没有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然后他就跟中建四局 签订建设工程合同了 这个合同就是 无效 这个合同就是无效 对吧 但是假设 如果中商大学 还没有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就跟中建四局 签订建设工程合同了 这个合同本来是 无效的 接下来呢 中建四局的老大 和中大的老大 他们两个闹矛盾 那中大呢 就想方设法 把这个中建四局给赶走 对吧 这个时候他一看 我没有取得工程 规划许可证 所以这个合同是什么 无效的 所以中大现在已经符合了 申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条件 但是中大一直没有去申请 他为什么不去申请 他就想要这个合同无效 就是想把这个中建四局 给什么 赶走 对吧 也就是说他能够申请 工程规划许可证 偏偏没有去申请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合同仍然有效 明白没有 好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一下 最后那句话 发包人能够办理审批手续 而没有办理 并也未办理审批手续 唯有请求确认 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好 所以呢 在这里就给大家总结了 有着七种情形 建设工程合同是 无效的 那就解决 OK 那么建设工程合同无效 那这个转包和分包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转包是全部转包 分包是部分分包 对吧 好 现在我们要解决的就是 关于273月 无效的建设工程合同的法律后果 你看一下那么多的内容 其实很简单 不用看讲义 看这里 看这里 如果建设工程合同无效了 请告诉我 诸位法律后果如何 看这啊 假设 万科呢 他居然把这个工程 交给某个包工头来做 跟包工头签订一个建设工程合同 包工头有没有资质 没有 因此这个合同就是 无效 但人家包工头很牛逼啊 人家就帮你把这个房子给建好了 建好之后 进工验收干嘛 合格了 对吧 你告诉我诸位 请问 钱给不给 你万科能不能说 哎呀 合同无效 我不给你钱了 行不行 不行 好 为什么不行呢 为什么要给钱呢 原因就在于建设工程合同 它是什么合同 告诉我 建设工程合同 它是完成工作 成果的合同 他看中的是结果还是过程 结果 所以只要我帮你把这个工程建好了 而且竣工验收合格了 你告诉我诸位 钱给不给 给 那钱给的话 但合同又无效 请问一下 他钱给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一方获得利益 我帮你把房子建好了 你获得利益 他方所有 损失 获得利益跟所有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但是没有法律的根据 这构成不但得利 所以给钱的理论基础是不但得利 明白没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273 273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那就给钱 竣工验收合格给钱 对吧 给钱的话 那就是不但得利 那么第二和第三 你看的内容比较多 不用管他 听我讲 你就明白了 听我讲 请听 如果包公投 对吧 和万科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无效 那这个合同无效的话 这个时候经过竣工验收合格 不好意思 不合格 竣工验收不合格 不合格的话 你告诉我 诸位 这个时候钱给不给 不给 你帮我建房子 竣工验收不合格 我当然不给钱 对吧 那不给钱的话 这个时候给你一次机会去什么 修复 修复的费用由包公投自己承担 押你去修复 如果修复合格了 给不给钱 给钱 如果修复不合格 给不给钱 不给钱 所以很简单 建设工程合同无效了 只要这个合同无效 你就看竣工验收是否合格 合格就给钱 不合格 不给钱 对吧 不合格 给你一次机会去修复 修复合格 给钱 修复不合格 不给钱 那理解没有 好 那就解决了 这是关于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那么再看一下建设工程合同的解除 273页 建设工程合同的解除 第一句话 承包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罚包人有解除承 对吧 那这个我们看一下 第一 明确表示或者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借务 这个如果很简单 你告诉我 诸位 承包人说我不在履行主要借务了 这叫什么违约 到期之前 预期违约 对吧 叫预期违约 那当然就可以发包人有解除成 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 机内没有完工 而且发包人吹告之后 合理的期限 仍然没有完工 你需要记吗 不需要 这是持延旅行 主要借务 经过吹告 在合理的期限 仍然没有履行 对吧 因此可以把合同给解除 第三 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 并且拒绝修复 那这个时候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对吧 当然也可以把合同给解除 第四 将承包的建设工程非法转包 或者是违法分包 那当然人家发包人就可以把合同给解除 好 因此这是发包人的解除权 那么再看一下 这个时候是那个啊 第二点 发包人提供的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 如果不符合强制性规定的 那么这个时候导致承包人没有办法施工的 那这个时候承包人可以进行催购 我告诉大家在开发商的那个房地产公司 如果你们有房地产公司的工作经验的话 你会发现 你觉得万科把这个工程发包给中间四局 这些材料啊 装修啊 建设的材料 这个材料是谁买的 是万科买 还是这个建筑公司买的 如果是建筑公司买的话 万科就亏大了 这成本就高了 对吧 你在做的诸位 你装修 你一你装修为例就行 你装修的话 你告诉我装修材料谁买 你自己买啊 如果是要那个那个装修的人来买的话 他当然中间又赚你一笔了嘛 对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由万科来买 那万科 我告诉你 万科的谈判能力是很强的 比如说 他如果要买一个马桶 他买一个马桶的话 他说 哎 你那个偷偷过来跟我谈 你告诉我他能够谈到几折 他的楼盘全国集中采购 我买的这个total 在全国所有的万科楼盘都用 你告诉我 诸位 你觉得他能谈到几折 九折 你疯了 九折也太那个了吧 他起码能够谈到两到三折 就疯狂到这种程度 对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万科呢 如果把这个材料买回来 对吧 再交给中间四角 让他来建设 但是如果这个材料不符合格定呢 不符合规定什么 看一下这里 请听 这个时候呢 如果这些购配件不符合标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哎 中间四角要进行吹告 吹告就合理的期限 仍然没有履行的 那承包人就可以把合同给解除了 对吧 中间四角就可以把合同给解除 理解没有 好 这是关于这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罚报人具有下来的情形之一 致使承包人没有办法施工 而且吹告在合理的期限 仍然没有履行 相应于我的承包人有解除 这是比较简单的考点 我就不叫啰嗦 解除的后果和无效的后果是一样的 注意 解除的后果跟无效的后果是一样的 刚才请听啊 合同无效就看到竣工验收是否合格 合同解除也是看到竣工验收是否合格 如果合格的话 给不给钱 给钱 如果不合格给不给钱 不给钱 也是给你机会缺 修复 修复合格给钱 修复不合格不给钱 理解没有 所以在这里的话 解除和无效在其他合同 它的法律后果不一样 但是在建设工程合同 给不给钱 这一点上 它是一样的 理解没有 好 翻过来 274页 最后一个考点 承包人的优先收场权 请听了 对于承包人 他有优先收场权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看这里 我们给大家理解一下 比如说现在是这样子的 万科呢 现在拿了一块地 万科取得这块地的建设用地生存 万科现在把这块地 捐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借钱来建房子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请听 接下来呢 万科就交给中间四局来做 那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比如说房子烂尾了 对吧 没有办法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万科没钱 那万科没钱的话 当然会把这个房子和土地 一并拍卖便宜来还债 现在呢 有一些债权人找上门 第一个是银行找上门 银行对这个土地想有什么权 抵押权 对吧 那接下来呢 这个时候呢 工程队 比如说中间四局也找上门 对吧 那是工程款 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 诸位 把这个房子拍卖便卖了 还债的话 是先还谁的 是先还银行的 还是先还 先还这个工程款呢 工程款 工程款 具有优先收场的效率 为什么要先还工程款呢 原因就在于 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 工程款 很多都属于工人的工资 对吧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优先收场权的主体 第一个 和发包人定力 建设工程合同的承包人 才有优先收场权 那第二句话 装饰装修工程 要具备拍卖的条件 才有优先收场权 这比较简单 那第二个是前提 你告诉我 你作为一个施工队 你作为一个 那个啊 就是啊 中间四局 对吧 你要主张工程款的 优先收场权 前提必须要求 你的质量 必须是合格 如果你的质量不合格 不好意思 不能主张优先收场权 啊 没有竣工的部分 也必须要合格啊 也必须要合格 才能主张优先收场权 那优先收场权的范围 就是它是最优先的啊 承包人的优先收场权 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啊 和其他债权 当然 协议将工程进行拍卖 对吧 在这里请听了 看这里啊 考点 看这里 如果现在工程款 加起来是一千万 那这一千万 有哪些可以优先收场的 请听 第一个 有六百万是工人工资 可不可以优先收场 可以 第二个 有三百万是材料款 可不可以优先收场 可以 然后还有一百万就是 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能不能优先收场 不能 不能优先收场啊 这一千万的所谓的工程款 它仅仅能够优先收场的是 工人公司和材料款 那其他的违约金 利息损害赔偿金 一百万 不能优先收场 明白没有 好 看一下这句话 工程款优先收场的范围 包括 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 报酬材料款 不包括预期支付 建设工程价款的 利息违约金和 损害赔偿金 好 这是关于优先收场权的 行驶及范围 最后 它行驶的期限 是合理的期限 最长不得超过多少个月 18个月 最长不得超过18个月 来了 最后一个考点 我来问一下 诸位请听 如果现在开发商万科 和中建四局 签订建设工程合同 然后万科处于优势地位 因此万科跟中建四局 在合同里面 约定一个条款 条款是这么说的 中建四局 放弃工程款的 优先收场权 请问一下 这个条款效率如何 中建四局说 我放弃 我就放弃工程款的 优先收场权 你告诉我 这个条款效率如何 有效 请听 看情况 看有没有损害工人利益 没有损害工人利益 有效 损害工人利益 无效 有人说老师 你怎么知道 他有没有损害工人利益 你怎么知道 看题目 题目说 工资全给了 有没有损害工人利益 没有 那就是有效 题目说 就因为这种情形 工资发不出 能告诉我 有没有损害工人利益 有 因此那就是 无效 所以看这句话 罚班人跟承包人 约定放弃 或者是限制建设 工程价款的 优先收场权 那么这个时候 损害工人利益的 这个行为就是 无效 没有损害工人利益的 当然就是 有效 你理解了吗 好 这就是关于 我们建设工程价款的 优先收场权 OK 那么现在 我们就给大家 介绍完毕了 关于第十九章 完成工作成果的合同 两个 第一个是成朗合同 第二个是 建设工程合同 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